女孩一觉醒来 发现旁边躺了个陌生男人 男人还甜不知耻地朝他额头就是一吻 他用尽全身力气将男人推下床 没想到男人伸了个懒腰 又蹦回了床上 屁股一掘 把女孩挤到床下 女孩扒拉着床颜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双腿却没有力气 原来女孩名叫叶子 父母双亡 夏至患有残疾 在床上已经躺了十年 这十年来遭受了各种虐待 村里的摇滚青年把他这当成练习室 肆无忌惮地在房间里敲锣打鼓 影响他休息 甚至还爬上他的床 说一些肉麻的情话 临走时还要给他临别一吻 比个星星 叶子满脸嫌弃 一把将脸上的口水擦掉 这时 专门负责照顾他的护工阿英推门而入 表面上以姐姐自称 细心照顾叶子 但是背地没人的时候 他就原形毕露 把音乐放到最大声 在房间里蹦迪 拿着剪刀在叶子面前挥舞 还声称 自己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叶子的脸皮扒下来 简直是狠毒至极 而叶子却只能默默忍受这一切 渐渐习以为常 阿英的上司也常常假借看望之明 对叶子行龌龊之事 趁着给叶子按摩 就偷偷往他腿中间瞄 而一旁的阿英 为了早日升职加薪 选择睁一眼闭一只眼 还时常和上司在叶子的房间内 发出一些不可描述的声音 叶子不堪其扰 但只能默默忍受 可每次完事之后 提及升职加薪 上司都会以再等等堂塞阿英 叶子肚子饿得咕咕叫 阿英和上司却在一旁吃得嘎嘎香 丝毫不顾叶子的感受 白天被各种虐待 晚上也不能安稳睡觉 每到深夜 混混们就用小狮子砸他的窗户玻璃 蓬蓬作响 还有无数的红外线在屋子里晃荡 好不容易睡着 窗外却有个老头在偷看 随后偷偷溜进屋内 借着火柴微弱的光亮 偷看叶子的身体 谁也想不到这竟是一村之长 好不容易熬过了晚上 第二天醒来 叶子发现旁边睡了个陌生男人 吓得他不停地咳嗽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然而男人并不像什么坏人 还贴心地为他做早餐 虽然是一份暗黑牛排 叶子不敢吃 把盘子打翻在地 男人却并不生气 而是重新做了一份 然后抱起叶子去餐厅吃饭 没想到叶子藏了一把叉子 直接扎在了男人的背上 男人吃痛一把将叶子丢在地上 没有办法 男人只好将餐桌搬进房间 强行让叶子坐在椅子上 随后便要解裤腰带 叶子顿感不妙 拿起桌上的叉子就刺向男人 谁知被男人一把推倒在地 接着又把他扶起来 这次叶子不敢再反抗 他不知道这个男人究竟要干嘛 残警女孩坐在椅子上 动弹不得 男人竟当着她的面 解开裤腰带 女孩拼死反抗 拿起桌上的叉子刺向男人 没想到被男人一把推翻在地 女孩在劫难逃 可没想到的是 男人解开裤腰带 只是为了把他固定在椅子上 可以好好吃饭 可看着眼前乌漆骂黑的牛排 叶子害怕男人给他下药 怎么也下不去嘴 但男人却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还把他的那盘端走 叶子健壮也不装了 夺过盘子就是一顿狼吞虎咽 真相警告 可叶子没吃几口 胃里就一阵翻涌 把刚刚吃的全吐了出来 原来他已经十年没吃肉 突然大块躲移 肠胃根本承受不住 给一旁的男人看傻了 抱着他来到浴室冲早 男人也不趁人之危 给他准备好洗浴用品 转身就出了门 此时的叶子还不知道 眼前的这个男人 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可他的记忆里 却隐约有这个男人的身影 正要回忆起什么 男人突然出现 原来他竟然在浴缸里睡着了 差点就一命呜呼 第二天 负责照顾叶子的护工阿英 和领导找上门来 原来男人是叶子的叔叔 是个哑巴 之前因为强奸杀人被判入狱 如今身患重病被假释出狱 而叶子对这些毫不知情 突如其来的叔叔 挡住了他们的财路 原来他们之前 一直霸占着叶子的抚恤精 还欺负虐待他 所以他们要想办法把叔叔弄走 叔叔的到来 让叶子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阿英再也不能在叔叔的眼皮底下 虐待叶子 晚上 村里的混混上万翻窗而入 想要骚扰叶子 没想到这次有叔叔在 叔叔二话不说 操起吉他就朝上万脑子上招呼 上万被打得抱头鼠窜 事后 叔叔把窗户封死 这样村里的小混混们就再也进不来了 本以为叔叔可以一直这样保护叶子 然而 阿英和他的领导 为了叶子的抚恤精 百般阻扰 这天 他们纠集了村长儿子和邻居家奶奶 以叔叔使男人不方便照顾叶子为由 想要将叔叔赶走 然而 这一切都被房里的叶子听到 他表示要让叔叔留下来 既然当事人都这么说了 其他人也不好多余 最终 叔叔得以留下 此后 叶子和叔叔的感情渐渐升温 叔叔知道叶子肠胃不行 就给他做流食 叶子撒尿在床上 叔叔就给他擦拭身子 帮他洗裤子 叶子腿脚不方便 叔叔就在马桶上加了扶手 还给他买了轮椅 推着他在房间里乱跑 悠闲时 他们会一起看电影吃爆米花 然而 好景不长 一天傍晚 车警官找上门来 他收到报警 有人看到叔叔性骚扰叶子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明显就是想赶叔叔走 车警官表示 如果叔叔不走 就把他侵犯杀害叶子母亲的事告诉叶子 到时候看叶子做何反应 没有办法 叔叔只能选择离开 临别前 叔叔为叶子准备了一桌精致的饭菜 叶子感到有些奇怪 今天又不是什么大日子 怎么这么丰盛 当看到墙边叔叔的包时 叶子才恍然大悟 他明白叔叔要离开了 他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嘶吼起来 一把将桌上的饭菜打翻在地 回到了之前暗无天日的日子 每天忍受着各种折磨 这天晚上 村长儿子来到叶子房间 他将真相告诉了叶子 原来 叶子五岁丧腐 叔叔承担起照顾哥哥一双的重担 叶子母亲长得美若天仙 引起全村男人的际遇 但是有叔叔在中间阻扰 于是他们散播了叔叔与嫂子不伦的谣言 然后 村里的男人一起将叶子的母亲侵犯杀害 其中就包括了阿英的领导 村长儿子还有车警官 而当时的叔叔和叶子就在旁边 却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 叔叔还被他们割断喉咙 变成了哑巴 然后把他当成替罪羊送进监狱 躺在床上的叶子似乎也回忆起 当年叔叔告诉他 要躺在床桩做瘫痪 这样才能保全自己 而这一桩就是十年 说完这一切 村长儿子就准备对叶子动手 危机关头 叔叔从身后出现 原来叔叔并没有走 而是一直在暗中保护叶子 二人一番打斗 叔叔一脚直接踩在村长儿子面门上 还不解恨 直到血肉模糊 鲜血溅到叶子脸上 从这以后 知道真的叶子渐渐觉醒 不再逆来顺受任人宰割 他决定和叔叔展开复仇 女孩年幼丧父 母亲被村里人凌辱致死 叔叔被当成替罪羊送进监狱 而他假装瘫痪在床 一躺就是十年 期间遭受各种折磨 如今 知道真相的叶子 化身红发魔女 要和刚出狱的叔叔一起展开复仇 首先送上门来的 就是平常虐待他的护工阿英 叶子假意邀请阿英喝茶 当阿英坐下 直接将滚烫的茶水 泼在他的脸上 这是之前阿英对叶子说的 如今叶子原话奉还 随后 叶子在他脸上作画 阿英不敢有任何反抗 因为叔叔就坐在一旁盯着 而后 叶子又让阿英叫来他的猥琐领导 领导之前总是借照顾叶子 趁机开游 叶子让阿英和领导表演 否则就杀了他们 自己和叔叔坐在床上观看 只见阿英坐在领导身上 不断地扇着领导巴掌 还从抽屉里拿出剪刀 将领导的命根踏插 房间里只剩领导绝望的哭喊声 下一个目标就是村长 村长儿子已经一晚上没回家 他来到叶子家寻找 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就已经领了喝饭 村长不停地敲门呼喊自己的儿子 房间里都没有回忆 突然 门开了 阿英冲了出来 一张花脸出现在村长面前 村长被吓得半死 晚上那几个欺负叶子的混混果然来了 屋内黑灯瞎火 突然音乐响起 灯光闪烁 叔叔从黑暗中冲了出来 几个小混混还没反应过来 就全被叔叔收拾了 随着灯光亮起 几个小混混全倒在了地上 最后一个复仇目标便是车警官 叔叔推着叶子正要出门 没想到车警官自己送上门来 他呼喊着叶子的名字 可没有人回应 突然 叔叔从一旁冲出 二人扭打在一起 趁叔叔倒地 车警官掏出手枪 手里拿着录音 里面正是车警官侵犯叶子的证据 当车警官愣神之时 叔叔起身夺过手枪 一切都回归了平静 叔叔抱起叶子准备离开 却突然倒地 口吐鲜血 原来叔叔已经身患绝症 所以才能提前出狱 他想用生命中最后的时间 保护叶子替他报仇 带他走出受虐待的日子 如今大仇得报 叔叔也就安心地去了 电影的最后 叶子打开房门 阳光照射进来 熊鹰在天空中翱翔 叶子也重新站了起来 他的生命也迎来了新的希望